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 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SBS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呢我们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 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和您来分享有关于树苗移栽的相关知识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 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 也是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 好了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 张老师早上好 早上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树苗移栽的话题 那我记得在前几期的园艺热线的节目之中呢 也是有听众朋友们来问到了有关于这个话题 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来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细致的分享 那张老师如果是说到这个树苗移栽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因为树苗呢不是像人家东西啊 拿过来拿过去无所谓的 它是活的东西 活的东西呢 它要受这位环境来受天气影响啊 对于我们移栽苗呢 那我要讲究呢天是地理 天时就是移栽的时间 不是随便呢 我想就想移栽就移栽了 当然了 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移栽 就是它的成活率高不高 因为因为在我们一般呢 就是显示它在冬天 秋天冬天 它掉树叶的时候 这个时机呢 一直在最好 因为树稳低 它树呢 它性生代谢呢 就很低的 有的那树呢 甚至是冬米 所以它对水分啊 对养料啊 这个营养啊 为什么大家要求呢 很少很少 因为在呢 这个时候呢 这是我们呢 给移栽的最好的时机 就是成活率是最高的 因为我们移栽呢 都是要挖的 要把它说 从地上挖出来 挖出来的时候呢 肯定会上到根 因为根呢 一般呢 我们都知道的 树冠多大 下面更多 也长到哪里的 其实呢 可以长得更远 所以我们挖 不可能 上面树瓜 有两米大的 挖两米这么大 这股团 那不可能的 所以肯定会 要把那根呢 省伤 也要把它去掉 修剪的部分根 再呢就是 正受伤以后呢 就影响它吸收 尤其呢 这根呢 又到 就是往外面呢 也正是它那个毛型根 那个根系 生长的地方 也是它吸收水分 就是营养 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呢 把这个 最有用的地方 把它去掉了 就大大影响 因为植物 对营养的吸收 所以呢 我们要调这个 冬天 它是休米的时候 它对营养 消耗很少的时候 我对它的 影响的 就更小 所以我们在这个 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也是比较适合 去移栽果树啊 所以说现在呢 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时间 那也是非常感谢 张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 一些相关的分享 那现在呢 我们线上是已经 有一位听众朋友 在等待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一位听众 有什么想问的吧 珍妮您好 您好 您好 有什么想问一下 张老师的 我想问呢 那个植挥 跟那个积粪 可以不可以呢 同一个时间 放进植物馆里面呢 嗯 张老师 先好 把它分散 放可以放的 因为什么呢 嗯 植挥呢 它是那个 它减性的 它减性非常强 它能够杀菌 杀食这个虫子啊 所以你杀食会呢 可以把这个病害减少 积粪呢 假如你没有发酵了呢 它里面那个 很多不好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一般的 用积粪的 都是经过发酵的 发酵过的积粪呢 它不断地永远接收 它主要里面 还有很多的有益菌 这个有益菌呢 对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你把石灰混在里边呢 贴混在这个 跟基础混在一起啊 就把里面的有益菌呢 都杀死了 啊 对嘛 所以呢 把它分散 哎 要分散 分散以后才办 嗯 可能还是要分散使用 会更加高效一些 这样要多久呢 放了石灰之后呢 要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才可以放积粪下去呢 呃 可以啊 多久可以放进去呢 两个礼拜 可以啊 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 对可以啊 哦 OK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是吗 对对对 还有人呢 因为可以 还有这个办法 一石灰呢 撒在表面 对吧 哦哦 积粪呢 先挖洞 啊 哦 我现在 积粪放在下面 对 尽量分开去 就好 哦 OK 现在我有一部分呢 我已经把那个石灰放进去了 我没有放积粪 我放石灰进去 可是我石灰放 我不是放在上面 我是把它把它混合在泥土里面 这样子做对不对呢 也可以啊 好的 哦 可以啊 我等到一两个礼拜之后呢 那我再把积粪放在它的底部那边 然后我就等着多几个礼拜 我才种 把那个菜苗移进去 对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哦 OK 好 因为你种了底下肯定土要翻了 要翻去应该比较好 对对 我是先呢 我是先翻了泥土了 之后呢 我给它摆了大概一个礼拜 然后我就放石灰进去 石灰放去 我现在我就 我想要放积粪 其实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放 现在你告诉我说 要吃一点放好 好的 谢谢 嗯 好的 珍妮 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那我还想问呢 哎 这个时候啊 我我假如说 我有一些怀 那个山药 那个 那个苗呢 就会放进去呢 就会放进泥土里面呢 那个山药 嗯 山药现在可以种了吗 张老师 可以种了 先生说可以种了 好 嗯 你会放下去 但这些主意啊 不要雨水太多 啊 因为在放在这地方水分太多 要盆水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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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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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拜拜 嗯 看来现在这个天气逐渐的转暖 我们也是有更多的听众朋友 开始 做这个新新一年的这个种植的准备工作了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做这个有关于树苗移栽的分享啊 那刚才其实张老师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树苗的移栽是讲究一个天时地利 那刚才呢 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时间的这个重要性啊 那说到这个地利 我们在移栽目的地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呃 等于 其实我们那颗树呢 等于像我们搬家一样的啊 我们买了新房子啊 我们要搬进去了 呃 时间显示好了 可以挖啊 呃 哪个时间搬 但是我们在搬的之前呢 那我们要 就当了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 选择这个地底那个土壤要好的 嗯 因为这块地好不好 究竟它经过的生长 是吧 就是我们说地利啊 所以土壤要肥油啊 要有些含量比较多的 要排水良好的 这输送的土壤呢 它透气性好啊 有些保水保肥啊 呃 那我们做棕树 那肯定我们先要挖一个坑 啊 这坑呢 就是我们这个树的 进去的地方 一般呢 我们就挖好树以后 它下面一个土壤呢 这个带根的嘛 啊 就保护的根系 不要 呃 就挖一个很大一个土壤 我们觉得呢 这个坑呢 要一般呢 都是要 它的脸背这么大 啊 直径比较大 深度也比较深啊 这是大小 还有呢 要改善那个土壤啊 因为澳大利亚这个土壤呢 大约这25公分到30公分的土壤呢 它是丰富有机制的 因为它的表面呢 因为像草皮啊 好多的树液掉下去啊 还有我们赤子啊 都在表层啊 再挖以下的土壤呢 它就是粘土土了 它叫挖固地 而中国把比较深 挖到比较深的人 试过了 就知道了 一般下去 就是三十公分左右 就是一层呢 就很硬的 很粘的 那个铁铲子啊 都很难挖的那个粘土层 假如你放水下去 它只会往边上伸走 往下呢 走不下去的 这是等于一层呢 像它那个阻挡那个水下去的 但是粘土层呢 对我们更新生长呢 非常不利的 嗯 那如果我们移栽呢 挖洞 最起码超过三十公分啊 刚好这个洞呢 它下面要长根的地方 就是这个粘土层 这呢我们必须要把它呢 要改良 让它改良这个粘土呢 变成了松散的 传逆机构了 最好的改良出来呢 就是有机脂 有机脂呢 就需要我们加有机肥 有机肥就是我们 分肥啊 对肥啊 除菲肥啊 这些有机物 为主的肥料 这样化肥呢 可以吧 可以少量加一点 会花肥的浓度比较高 有机肥呢 它浓度 那个肥的败物比较少一点 啊 你可以加一点 然后化肥进去 这是有点注意的 我们呢 就有的人偷懒啊 就买那个农场里面 买那个那个 那些被发酵过的 那个机份 真的 就往上一大包倒下去 是非常不好的 还有呢 把那个 我们的厨鱼啊 或者我们的那个 柴烂餐皮啊 放进去 让它在里边呢 坑里面自然的发酵 因为我们农下去 而土层覆盖以后呢 它是厌氧发酵 厌氧发酵呢 以什么害处呢 因为 我们的肥呢 主要是里边 在这有机肢 有机肢在土壤里边 发酵的过程呢 它会排除这个 氨气啊 什么的 那些比较有毒的那个气体 这有毒的气体呢 就是 对植物的根气的发酵 生产呢 非常不利的 就像我们这个 周围的环境 啊 我们大家知道 澳大利亚空气好啊 这个人经验比较好啊 有的事情 我们国内啊 都讲些什么 P2.5 嗯 空气里边的那个 打死了 有害气体太多啊 这里身体不好 啊 这个对植物 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用了 改良土壤呢 希望呢 又要用 把它叫过的 发酵好的 气氛 就在外面发酵好了啊 呃 才能放进去 那么有机股 最好呢 也发酵过 也再放进去 啊 嗯 所以这些 都是我们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啊 如果在这个 移栽目的地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 土壤的准备过程之中 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 再继续请张老师给我们来 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分享 特别是如何去改善我们这个 呃 频道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和您分享树苗移栽的相关知识 听众朋友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 一三零零七九九九三二三 一三零零七九九三二三 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 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与节目 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 现在呢 我们也是再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 张老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树苗移栽需要讲究天时地利啊 那您也是跟我们分享到 啊如何去准备我们移栽的这样一个目的地 那在准备这个土壤方面 我们有些什么还需要注意的呢 呃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年组成啊 就把它呢改变 变成那个输送的啊团力机构 因为在这方面呢 呃呃澳洲的墨尔本这个大学呢 啊他一个教授 他的团队呀 也在这方面也搞了一个研究 因为澳大利树那个水稻啊 树小麦啊 嗯 下面也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统成不够厚 下面全是黏土 影响了根气生长 也影响了这个产量 他们也研究了 决定了就是用那个 呃有机物 啊 就是这个土壤 成的土壤 都是有机物啊 有机肥 啊 让它形成那个团力机构 啊 这样增加了黏土的那个空间 在为根气增长呢 通常说更多的空间啊 就容易往下穿透啊 下面那肥也容易下去啊 空气容易进去啊 那根气就会长得好 那产量也就高了 啊 我们在那个放有机肥的时候呢 因为黏土呢 它是刻的特别细的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矿物啊 因为主要分砂土 囊土和黏土吧 黏土最细的 还有呢 它主要是里边含有个大量的 钙啊 鎂啊 鲑啊 鲑啊 还有部分钾这些成分 因为它作为盐混在上的呢 它就把个黏土呢 全粘在一起了 啊 所以 它空气度非常的小 我们呢 就像澳大利啊 你到苗普啊 去 去问他们 他也建议你放那个 石灰 啊 不真的放那个石膏 啊 因为石膏跟石灰呢 它们偏去 呢 有些不一样 啊 假如你是比较年轻的 那个 比如酸性那个黏土呢 你会放石灰 啊 把它综合一下 有些比较酸性的呢 你放石膏 包括你比较碱性的呢 放石膏 啊 就让它综合 这些东西也进去呢 可以把它 那个粘性物质啊 把它综合一下呢 可以让它突然呢 也松散了 那其他物质呢 就是容易 水啊 什么东西啊 水分 可以容易往下渗透 啊 所以呢 可以我们通过这些方式呢 把它土壤改善 我们在这个准备 移栽目的地的土壤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去做这些工作 去改善我们的土壤 让这个移栽 可以变得更加的顺利 那刚才呢 我们是说到了 这个移栽果树的时机啊 以及如何准备 移栽地的土壤 那我们说到这个 在挖果树的这个时候 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要求呢 张老师 这个要求呢 是非常要主要的 嗯 因为一棵果树 也不可能把它整棵啊 包括小苗啊 是一个人高的啊 一米两米左右的这个果树啊 有的人呢 我这棵树啊 长了十年了 我把它移栽啊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棵树苗 嗯 他记得水果啊 我非常喜欢的 但是我在挖的时候呢 我刚才上面也说过了 肯定会影响它的那个根气啊 把根挖断了 等于一个人家庭那个经济 状况一样的 你收入减少了 就根是吸收水分 吸收养分了嘛 那有你赚的钱的人少了啊 但是你上面那个树叶呢 还在蒸发水分啊 上面还发 开花 涨自调 涨业 信任业 它还是开销的 但是你一个家庭 人口没减少 但是去上班呢 赚工资的人少了 嗯 那就入伏资了 没错 但是呢 我们就要把它打到平衡 那些大家少吃点啊 新衣物不要买了 跟友情了 再买 那我们就把 这些开销的地方呢 就是上面要注意 上面字条 把它修剪 比如说你现在的季节 你在马轮上看 有的那家庭 那些那些比如说啊 锯着光光的 就是一根主干 上面一起插上 这个一个手 找电子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锯 当然也不一样的 树啊 它的生命也不一样 有的是绿绿的 有的是那个 它长绿的 它这个性的不一样 一般来的可以 我们又把它锯掉 修剪掉 三分之二上 有的是 你这少量留起就可以了 因为它在冬零了嘛 它没什么消耗了嘛 那你在移栽了 以后呢 在它长了根之前 它没什么消耗 等它更开始慢慢生长了 它能开始吸收水分了 上面呢 也可以开始长牙了 这样可以达到 同步进行的 这样也可以达到成功率 这些我试过的 以前不懂 这棵树很好 我又买新房子了 找到房子出租了 卖掉了 我把这个东西啊 移过去 那时候不懂啊 主要挖了大学 那边挖了一个坑 一种种下去 没有多少时间 它上面一直慢慢就掉了 这位移植的就垂下了 为什么呢 它的根呢受伤了 它吸收不了足够的水分 吸收不了足够的养分 上面那个 注意呢 得不到那些足够的水分养分 它就慢慢黄掉了 软掉了 哭掉了 严重了 它就死掉了 所以呢 一个修剪 把它就考虑好 等于 根受伤了 受了减少了 上面消耗要大大的减少 达到平衡 我们挖的时候呢 一般呢 我们说 根据这个树的大小 来决定下面挖那个 那个根啊 土床啊 保留多少 但是树越大 你保留一个土床越大 而太大的树 我们也不建议你去挖了 这是要专业的人来做 因为你个人的能力 也没这么大 量力而行 比如说 对啊 你那个时候 一个四五米高的 你这个时候怎么移啊 那不是下面一个土床 那是 这起码有个两三米 这么直径 下面也很深的 没有一个机械的机器来去挖它 还是要去挖 把人搞上了 别麻烦 把这把树倒下来 把房子都炸了 所以一般呢 我们都是 比较小一点的 就十年以内的 都太高了 那么 我们两个月而已 当然树大呢 下面一个土床呢 可以保留大树 树小呢 土床保留的比较小一点 一般的呢 我们就是大一点的树呢 我们考虑一个树关 在望外 三十公分 四十公分 这个地方下挖 在望外一点挖下去 也就是说 那个土床呢 保留这个六十公分 到八十公分之近 当然 你有家里一个小伙子做 你的本来就身体比较强壮呢 你会挖大一点 根系保留的越多呢 对它的恢复 它的机能呢 就有利 在我们挖的时候呢 肯定会 要把根挖断了 刚才我说 上面也说过了 因为根系啊 肯定比较上面的树关更大 但是我们也不要担心 把根挖烧 因为呢 我们显示的时机呢 是在冬天 气候比较低的时候 也是它这个休眠的地区 但是呢 就是把根挖上了很多 那这个对它影响呢 会让它不是致命的 这个损害 受伤肯定受伤了 让它慢慢的像 振大病呢 开刀一样的 慢慢的通过饮料 给它补充营养 让它慢慢的恢复体质 这个树苗 跟人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土壤挖出来以后呢 比如说 我这个家又不挖出来了 这个新家 那边还没完全整个备好 那我们觉得最好那个树苗 把它跟拿包起 因为它在地里面呢 可以大量的水分吸收 但是这个一旦又把它割掉以后 挖出来一个土壇 它这个土壇里面 有一个保留的水分 给太阳一晒 风一吹 马上就正化掉了 没几千 在水分一吹水了以后 跟一吐水了以后 那就这个被它伤害也太大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 一定要把它包好 在搬运中间也小心 不要把土壇搞散了 最好呢 一个绳子把它周围绑一下 让它保持这个形状 搬过去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挖果树的时候 也是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大家也是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的话 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登陆我们的网站 来查看详细的文字的分享 现在呢 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线上还是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待 在广告之后 我们会逐一来介入您的来电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呢 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 张老师您好 你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的电话 那这一位呢 是Christine Christine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呢 张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那个现在早蓝 它的叶子为什么这么黄 我希望它的叶子能够绿一点 怎么办 嗯 张老师 这个颜色呢 发黄呢 就是里面呢 叶露树就少了 叶露树就少了 叶露树就少了呢 要长叶子呢 回里面加去肥 因为蝎状呢 比较很容易种的 就好动了 真因为它比较贱 啊 啊 就是我随便放在那里 它都会长的 就根本不去管它 啊 我不知道你怎么弄的啊 就是经常会发现的问题 就也不去吃肥啊 啊 水呢 这个想到了就焦一焦 但是也不好 第二个呢 还放在位置也不对 它们一没有阳光 它就一时也会发黄了 所以呢 你这里就发黄了 一个 呃 它开口花了 老爷子呢 就把它摔掉 下面这个留两节就可以了 让它发心痒 不要让它就尽量的长 长到上面呢 又长又不好了 现在 现在差不多也开过花了 就一会也把它修剪了 它不修剪以后 它就会 它越长越好的 你一时不修剪呢 把它上面长出来了 营养分散了以后 同样一个根系 一个盆里面的营养 到上面菜分散了 它营养不够 它一时也会发黄的 呃 我想你 是肥是吃什么肥 然后什么时候 是一次 是多少肥 哦 这个肥 其实它这个肥要求 不是很高的 不像我们种菜 叫它长得快 长得好 花的肥 你不要 基本上它这个 单领甲比较平衡的 它都有的 比如说 叫做花肥 可以用那个 克力肥 还有一个缓射肥 一粒粒的 都可以的 还有呢 就是家里有颗粒的肌粪 比如说大公鸡啊 单领力肥 啊 这些颗粒的 也不要放 放了几几粒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长得不是很快的 不像素材 要它长得越快越好 只要有够它的营养就可以了 这些资料太多 好 谢谢您 不像您的赶紧我 好的 希望解答了您的问题啊 Christine 感谢您参与节目 谢谢 那接下来呢 这一位是 Anna Anna您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 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呢 我想问一下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果树 是木瓜 然后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但是开始长得很好 后来老师出那个叶子上 出黑斑 黑点点 我去那个邦宁买了一些东西 就是那喷的 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好 结果那个接出来的木瓜呢 也有黑点点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嗯 张老师 哦 这木瓜出现了黑点的 黑斑的 这个很普遍的 很普遍 因为它就是 是要针灸引起的 针菌啊 针菌啊 针菌 针菌引起的 嗯 要防止这个东西 那就经常的 喷吸那个 那我不知道你买的什么药 假如你把这个东西 照片啊 到苗圃里面 到半斤市就问他们了 它给你这个东西呢 一定是对症下药的 问题就是你 喷得对不对 喷过一区就算了 通过下雨 把那个药水都淋走了 它均在空气中 经常会有的 每时每刻都有的 它来源是丰富的 所以 你这个以为没有了 它这个菌啊 包子啊 在叶片上面 这个莫花果实表面啊 因为它上面营养很多了嘛 这上面定居了 开始繁殖 开始就变成黑点出来了 所以呢 你要定期的喷 要定期的喷 对 不要让它有繁殖的可能 那比方那个木瓜已经有黑点点了 是不是就不能吃了 没关系的 这黑点质要太大 不影响你的吃的 不影响你的啊 好的 对 长了很多很多的木瓜 但是呢 就是那叶子都干了 而且是黑点点 好的 那就是继续再喷 对 也按照他要求 他平时上面也写的 比如说 两个星期喷尸啊 一个月喷尸啊 因为每个药水呢 它这个 它这个辅助力不一样 抗的雨水的 那个冲鱼的能力不一样 所以你根据他评设他们要求 这个东西啊 朋友各人吃药也一样的 不是我竟然吃病 生病了 难道吃药 今天吃一把下去了 就不吃了 不行的 比如安时 一天两次 三次 四次 按照医生规定的 连续 比如一个疗棋 疗疼 一个星期 在一多月 有的药呢 要残吃的 实际的一样 好的 那想吃到那个 风水果实 还是不容易的 可以再试着 很多的劳动 还是要试着 再定期的 配一些药水 好的也是 大老师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火龙果呀 比方也是三四年了 但是长得觉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不结果 安娜 我们这个问题 在节目结束之后 回答您好吗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 要做一个节目的结尾了 谢谢您 好呀 好呀 好的 听众朋友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 有关于树苗移栽的一些话题 特别是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那么在下期的园艺热线之中呢 我们要主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做这样一个树苗的移栽 如何去移栽我们的苗木 以及我们后期保养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哪些问题 也是非常欢迎您在下周五同一时间呢 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园艺热线的节目 同时呢 您也可以在SBS中文的网站上 回听园艺热线的节目 并查看相关的文字信息 我们现在安娜 安娜还在线上 对 您可以给她解答一下 有关于这个火龙果的问题吗 火龙果 你说不结果 对 开过花吗 好像没有 有叙叙了 但是有三四年了 一直也没开 没有结果果 应该呢 假如是火龙果呢 它应该会挂果了 对吧 你搞错了 就是霸王花 跟那个火龙果是一模一样的 只剩了它会开花 不会结果的 好 大老 你可以这样 嗯 你这个火龙果呢 可以用一些铃酸二群甲 或者呢 你知道那个办公室里面去买那个 搓化搓果的 你那个肥料 你看上面有开花的 有那个水果的 这种肥呢 它零肥和甲肥含量比较高 嗯 你用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再过两三个月吧 你去用一次 过一个月再用一次 提高土壤里面那个零肥 用甲的含量 这个零肥呢 它会就是那个开花的 哦 要结果必须有花吧 嗯 开了花 做了粉 它才会结果吧 你这样试试它 哦 ok 去帮你买一下那个 好的 开放这份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感谢您参与节目 谢谢 拜拜